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能够巧妙地把这层薄薄的核桃衣剔除掉呢 核桃皮去衣的办法很简单 您可以把核桃仁放在开水中浸泡 然后用牙签剔 这样就能够把核桃衣轻易地接下了 如果在开水中放些盐 效果会更好 好 广告之后啊 刘浩翔师傅教我们做一道盐水牙杆 我很喜欢 电视机器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名厨教做家常菜 窍门一点 今天啊 教您做一道凉菜 但是这个凉菜的技术含量很高 平时呢 我们都吃过 但是自己做很少做 为什么很少做呢 不好做 但是今天呢 我们刘浩翔 刘师傅教您做盐水牙杆 有请 今天这道菜虽然名为盐水牙杆 但是用相同的手法 您可以制作出十几种 甚至几十种不同的夏日美食 谢谢大家 主要 好 今天呢 咱们做这道菜呢 选用呢 鲜牙杆 最好别让它冻了 然后其中呢 还有一些香料 八角啊 桂皮啊 丁香香叶 还有这个杀仁 盐水 鸭杆 老年人吃不好 对 不成糕 所以呢 适合老年人吃什么呢 经常带来云豆 白云豆 我们看看这边调料 调料呢 是盐 味精 糖 还有料酒 葱姜 为什么说这道菜难做呢 这个杆我们都知道 尽管是鸭杆 猪杆 还是羊杆 都是鸣木 补铁 补血 补鞋 补鞋 非常好 但是呢 确实很耽误自己的 对 老年人要甚食 但是年轻人 特别孩子 多吃一点 对 非常好 但是不好做 火候大了吧 柴了 火候少了吧 不够呢 不够它就有种异味 而且腥 腥 怎么办呢 向您学习 我们第一步怎么做 今天呢 咱们先做呢 这个 起腌的汁 这汁很重要 盐水汁 盐水汁不是简单的概念呢 就是把水里对上盐 一把盐 咱们呢 开个火 做点水 好 把这香料下入 哦 香料 咱们再说一遍这香料 香叶 香叶 花椒 冰香 哇 还有点点中药 花椒 这是什么 这是干草 干草 哎 青菜 桂皮 桂皮 杀仁 香果 哎 草果 然后呢 都给下入 煮多长时间呢 给它呢 不是煮多长时间 是呢 变成呢 黄绿色的汤水 然后呢 并且有浓香味 哎 这个时候放盐 不放盐 不放盐 大火 充分的给它催 太 哎 好 这会儿处理它的时候呢 咱们呢 把这个云豆也给它蒸上 嗯 云豆呢 必须是蒸熟 不能煮熟 煮熟了它爆皮 哦 出来呢 没有样 好好好 蒸熟它 我们把蒸锅点上 嗯 给它呢 拿水 泡 泡发 泡发咯 好 然后下入蒸锅 好嘞 蒸多长时间呢 给它蒸半小时 半小时 好 这边打开呢 已经 好 这边看看这个汤色 有一些变化的 淡黄绿色 现在呢 有一些香味了 是吧 哎 这个的盐水汁 才是非常好呢 才能褶去压干的那个腥味 有了香味以后 哎 加点盐 对 它既然是盐水汁 给它盐呢 哎 多放点 好 然后呢 再放点味精 放点味精 让它鲜了 哦 为了提它呢 哎 味道纯正 盐和味纯正 然后稍微点一点糖 哎 掉点味 哎 给它掉点味 对 对 对 好 可以关火了 可以关火 给它冒出来 然后再取出来 这个呢 就是盐水汁 放凉了以后 咱们再腌这些料 这会儿呢 咱们把压干处理一下 好好好 做一点开水 我在家里做的时候 好像是这个 这个 煮完大料 花椒的这个盐水 泡泡它 就跟咱们煮五香豆似的 是啊 那不是 为了让它呢 这个血腥味呢 也就是这腥味呢 少一点 然后呢 做开水呢 焯烫 焯烫 焯烫的时候呢 火候 火候要注意 不要让它呢 煮成十层熟 十层熟 这压干吃得很紧 对对对 然后呢 咱们煮成呢 八九层熟 八九层熟呢 然后搁这个水里呢 泡着它 然后里边呢 再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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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一点盐 一点盐 让它呢 雪快快的出来 然后呢 再加点料酒 去腥 去腥 好 然后再搁点 然后再搁点 葱姜 来磨它 扎点磨去 扎点磨去 这就是雪磨 哦 怎么能看它 九层熟呢 哎 它基本上变色了 哦 变色以后呢 拿筷子扎它中间 哦 肉厚的地儿 哎 一扎不出雪了 这就说明了 九层熟了 如果出血呢 哎 它搁里 还有一点血 还有点血 在隔里泡着 好 再加一下看看 再压一下 没有 没了 哎 这就是九层熟 这样呢 就成了 温和 我们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对 老鼠 好 老鼠 好 好 压根熟了以后 然后呢 在凉水中 给它呢浸泡 好 好 压根熟了以后 这些血沫子 给它呢 冲干净 这样呢 处理的压根呢 还不腥 尤其是下 这干净的 哎 这云豆应该差不多了 来看一看 还是整个挺到位 下一步怎么办 这汁也凉了 压根呢 咱们刚才过完凉以后 哦 压根 其实这个汁啊 我们可以反复的 对 现在我们泡这压根 这里边呢千万不要有油腥 对对对 就是说这泡完压根以后呢 我还可以泡 泡云豆啊 泡那个鸡爪 而且您剩下以后 这个这个料 还可以留在冰箱里面 对对 下次做的时候呢 做猪肝的 做羊肝的 往里 处理完了往里喝 这云豆呢 也是呢 也是这样啊 也可以在泡这里 那待会儿 要泡多长时间呢 这个鸭杆 泡呢 五个小时以上 腌水鸭杆 非常漂亮 这个菜子 如果你觉得胆不成高 您可以吃云豆 对对对 让孩子吃的鸭杆 鸭杆 总而言之 取一反三 羊肝 猪肝啊 鸡肝啊 都可以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盐水鸭杆的制作要点 水开后下入八角 桂皮 冰箱 香叶 沙仁 花椒 花椒和葱姜 熬制蛋黄绿色 有香味散出后 加入盐 糖 味精晾凉 然后将处理好的原料 下入浸泡五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了 明天还是老朋友老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在明天的节目中 养生菜大师焦民耀将带来一道水晶瓷 桂海米 用清凉的食材解决夏日烦躁上火的问题 此菇该如何烹制呢 这其中的水晶又是什么呢 不要错过明天的天